男人有的时候很贱 越难得到的 他越想得到 如果你被他一口叫咬上的话 他就不会珍惜你了 接下来的七天 玉兰没有出过房门半步 将自己的魅术练到了极致 等他修成神功回宫的时候 正好赶上皇帝为国祈福之时 一连五天 皇帝都没有经过女色 现在正是最饥渴的时候 玉兰抓住机会 扮成太监潜入宫里 帮皇上擦汗 但因为手法不专业 皇上当场暴怒 将玉兰打倒在地 臣妾只想看皇上一眼 别无他想 如果臣妾有半句欺骗皇上 就让臣妾来尸做狗 想不高 起来吧 接下来的时间 玉兰使出浑身解数撩拨皇上 两人干柴烈火 就在佛像身后快活起来 从此以后 玉兰得到了皇上的宠爱 并顺利缠下了龙子 仅为了一鬼妃 地位高到几乎和皇后平起平坐